苗栗县消防局今年是有七位打火弟兄晋升成为小队长 县长徐耀昌亲自为他们来授接并且致贺 典礼中同时也颁发执行火警人命抢救 还有再送新冠肺炎就医勤务工作奖励金 向劳苦功高的消防同仁表达了由衷的感佩之意 苗栗县消防局111年晋升小队长授接典礼 由县长徐耀昌亲临主持 在局长邝孟林及消防同仁见证下 为晋升小队长的七人授予进阶配章 徐县长谈到升职是责任的家众 这次由消防队员中选出最佳成绩 前七名晋升小队长 勤勉他们以身作则积极认识 各位都是消防地中中的精英 业时工作表现结束 才能在这次晋升主管职务中公演而出 同身小队长身为主管者 必须亲力亲为以身作则 消防人员执行活警人命抢救药物之外 也肩负再送新冠肺炎患者就医请勿 协助防疫功不可没 因此典礼中也颁发执行活警人命抢救 及再送新冠肺炎就医请勿工作奖励金 今天也颁发了执行活警人命抢救 及再送新冠肺炎就医请勿工作奖金 对老土功高的消防同仁 表达如中的感佩之意 意见当头且日渐严峻 消防局从上到下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新闻徐浩川也强调防疫是同作战 消防同仁务必手练各项因应作为 全体一心共同携手阻决疫情 守护乡亲的健康安全